陶渊市长上任后加速推动各公家机关导入科技工具来辅助工作 不仅如此就连跨局处的联合专案也比照办理 提升效能同时也达到数位治理目的 比如打击噪音车辆的锦陶专案便是一例 一辆辆汽机车呼啸而过 新北市三峡一路沿着台契 往桃源市复兴奔驰而去 随着车友口耳相传 台契已成为北部车友跑山行省地 每逢天气好的假日 总可以见到山路上又增无减的车潮 享受竞速快感 然而部分车辆经过时所发出的噪音 却突兀地划破了山间的安宁 在桃源许多重化区或郊区 尤其深夜时分也常有汽机车噪音问题 由于噪音转瞬即逝 不像水污染或是空气污染 能够循着连续性线索来找出污染者 导致茶器上十分困难 成为困扰民众许久的梦魇 近年来民业代表们也为民众权益发声 要求市府尽早改善 越野机车在六日的时候 来这乡村大陆就是也没有灭运气 就那个森林特别的草 已经影响当地的住户的生活安宁了 阳梅地区也有好几处 常常都有一些改装车辆 让我们当地的居民不生其扰 所以我们希望移动式的检测 能够多一些 那不定期的来寄查 那真的是落实让这些改装车辆 能够遏止好不好 为了打击噪音问题 桃源市府自2023年6月1号晚间 正式启动静陶专案 由桃源市府环保局规划与主持 协和警察局金发局跟监理单位 组成联合机查取缔小组 针对全市共50处噪音车 陈情热点路段 以及120家改装车行进行加强机查 并且寄出了环景联合机查栏解 声音照相科技执法 检举移送通知道解 改装源头查核辅导等四大管制措施 要来维护市民生活品质跟环境安宁 这个机查的部分的话 会有两种方式 一个是所谓的环景间联合机查 就是把车子拦下来以后 进行原地噪音的一个检测 那它检测 噪音检测如果不符合机动车辆 噪音管制标准的时候呢 那它就可以依照 裁发准则的部分 除以1800到3600的一个罚缓 另外就是涉及到所谓的 科技执法的部分 那我们在去年就开始增加了相关的这个科技执法的一个 设备的一个采购 还有执行的一个量能 因为要量测噪音 所以还是会有所谓的噪音器 那会结合相关的这个摄影机 还有那个车牌辨识的一个系统 来针对行驶中的噪音车辆 来侦测它的这个噪音 那同样的它的噪音如果超过行驶的 机动车辆噪音管制标准 那也是依照照音管制法的部分 来做相关的这个采法 一般车道速线50公里以下的话 它的标准是86分贝 那50到70公里的这个速线的部分的话 它是90分贝 其实我们在那个北北基陶的环保交流平台也好 其实都有把这个噪音车的这个管制的部分 纳到一个合作的议题 那我们通常都会安排在所谓的县市交界 同时来做相关的这些机查取缔的工作 希望透过各县市的这个机查能量的部分 能够来共同一起来做相关的这个噪音车取缔 暑假的时候有所谓的卖照专案 其实跟我们镜桃专案一样就是做所谓的跨区域联防 这个部分来做执行 不过在查气过程中也遇到不少困难 首先尽管跨局处总动员 但现有人力与设备仍然不足以应付庞大的噪音车辆 机查量能难以提升 再者在处罚效率上 除了联合机查可以现场检验并开罚外 其他比如民众检举或是警察告发 市府只能要求车主尽快先去验车并自主改善 可为改善前仍旧会继续产生噪音 而且整体改善时间恐怕会长达一个月以上 成效不张 为了解决人力不足的问题 环保局添购声音照相科技执法设备 从12组变成27组 考量周围环境噪音影响跟不同车种的数据 来检测气机车辆行驶间的噪音 另外环保局也添购13组导入AI辨识的 简易型科技执法 结合车牌辨识 取缔改装没有合法认证或登记的排气管的机车 活用科技来修出前厂的噪音车辆 而这些设备不仅减轻人力负担 过程中所搜集到的数据更可用以后续分析 来提升科技执法精准度 科技执法的设备的部分的话 我们去年大概只有12台 那今年年初的部分又增购了15台 所以我们目前来讲有27台标准型的 声音照相科技执法的一个设备 来投入整个一个吉他取缔的一个工作 设置的部分的话呢 它也有一些相关的一些规范 比如说在吉查点 侦测点前方100到300公尺 它会设置相关的这个告示牌 就是说前有声音照相科技执法 请降低音量行驶 这边来提醒驾驶人 就是说你行车的时候呢 要注意车道内外测当然 也会因为深刻到距离的关系 还是会有一些差异没有错 但是原则上来讲的话 一般机车的话 大概都还是行驶到外线车道这个部分 那它在量测的时候呢 也有一些相关的这个规定 就是说它会在前后三秒 会我们会有做相关的影像的这个记录 那如果前后三秒有车的话 多车经过的话 那个声音制造出来的声音会互相干扰 所以这种状况之下的话 我们也会互以做排除 那另外针对声音照相科技执法的部分的话 方法也有做一些规定 就是说如果天候不佳 比如说像下雨 地面潮湿 这个也都不符合检测的一个规范 那另外就是风速 风速如果超过每秒五公尺 那这个部分的话 也会影响到一个噪音的一个侦测值 所以在种种的这个规范 其实都是蛮严谨的 那我们侦测出来 过程一定要符合相关的一个检测方法的一个规定 那符合规定的话 那声音超标 这个检测数据其实是具有公信力的 那在财阀上来讲的话 并不会有什么问题 那另外在科技执法的部分 还有另外一块就是 我们在去年 总共医区设置一台的一个 所谓的AI排气管辨识的这个系统 那针对改装排气管的这个车辆呢 去进行科技执法 如果辨识到这个 它有改装排气管的话 我们就会采通知盗检的这个方式来做处理 通知你来检测如果你不来 那一样是依照照应管制法的部分 可以处以相关的这个 1800到3600的这个罚款 所以整个我们科技执法的部分的话 包含标准型跟检疫型的部分 总共有40台左右的这个科技执法的设备 那它可以是针对量测测量的噪音 也可以是针对所谓改装排气管的部分 去进行相关的一个科技执法的一个工作 然而在执行净淘计划的过程当中 茶器的标准跟定义也引发争议 在2023年6月8号 环保局人员来到龙台一间机车车行 进行防标反改装宣导 有同仁却在看到店内停着一辆代厨里 有改装排气管的机车后 在车辆没有发动发出噪音的情况下 现场拍照开除掩车单 要求车行通知车主去赴掩车辆 突如其来的查契 在当时引发车行跟车友们的热烈讨论 不过环保局则表示 一切依照噪音管制法第19条来依法查契 针对这种 他直接闯入车行去拍照进行检疫的状况 车友不论是车友或车行 目前都是表示不太能认同 因为据我所知被拍照的那个店家 他里面被拍照有两台机车 那后面也有被开验车单 这两台车他在没有特别 特别把他回复原厂装备的情况之下去验车 也还是验过了啊 那这样子我们就会认为这个举动是扰民 那再来回归到店家 店家的角度是说 如果今天龙潭那一间车行 可以被这样无断断去闯入拍照 那对于消费者来说 消费者以后还敢去那间店家消费吧 店家会认为说你会影响到我的生计 造成客人以后不敢来我这边修车 或是维护维修 那如果今天车行在龙潭这间车行 可以被这样子突击检查的话 是不是代表以后我们桃园市境内 每一间车行都可以被遭受同等的遭遇跟对待呢 不管站在我是车行 或者是站在我是车主的状况下 我一定觉得不合理因为第一个我车我又没有在路上骑 我如果在路上被你抓到我当然是没话讲 对你这样子一进来就是他也没有发动也怎样 你就直接开发或干嘛 我是觉得会让人家不舒服也会产生民怨 我莫名其妙收了一张单子要去验车 那请问车主要去找车行还是怎么办 那这车行老板也会很尴尬啊 合理的理性劝导 对我觉得这样子会让大家会更舒服一点 因为我相信大家也会去遵守这个规范 其实我们是依照照音管制法第十九条的部分 针对有可能产生照音的这些公司场所 进行相关的这些机查 这个事件的部分的话 其实我们并没有影响到 就是改装车行或是车行的这个权益的部分 我们一样是去做相关的一个机查还有辅导 我们看到旁边有车辆正在进行排气管的改装 那它已经做了改装的这个事实 跟它原本车型审验的这个状态 符合法规这个标准的这个状态 其实已经是不一样了 就有可能有产生噪音 影响环境安宁的这个疑虑了 所以我们依照相关的这个法规的部分 来通知车主到场检测 并不是直接就禁于开法 它现场没有发动 所以我也没有直接做所谓的告法处分 那因为你之后一定会使用 所以我是用通知盗检的部分 看看你这个改装到底符不符合法规标准的一个规定 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在法的角度 或是在实际执行的部分的话 其实我们并没有去侵害到民众 或者是改装车行的相关的一个权益 除了图级检查惹出争议 机车车友跟机车车行也反映 净逃专案是要取缔噪音车辆 但市府第一线查器人员或是检举民众 却常常针对改装车辆 尤其是明显看出有改装排气管的机车 进行搜证举发 让车友在没有发出噪音的情况下 莫名被指控要去验车 他们认为这样的查器 违背静草专案的出衷 应该要回归到噪音是否超标的问题上 其实大概会玩车的人都会知道说 就是要抓排气管 因为政府在抓排气管 这方面确实是蛮凶的 那我觉得也合理啦 就是因为大家也不想要被噪音干扰 那我觉得装安静的排气管在路上是很合理的 但是无理的取缔无理的抓 我就觉得路OK啊 你可能听这台车很安静 可是他要改排气管 你就开始一直派他的车啊 一直检举他啊这样的 因为其实现在真的排气管厂商 坐的排气管很多都很安静 都已经那个声音都接近原厂 有的客人他就是想要 每个人兴趣不一样 他就想要可能排气管漂漂亮亮的啊 干干净净的 或者是他想要性能再好一点 我觉得不能说 我改排气管他就是噪音 没有啊现在的排气管都坐很安静了 所以不一定改排气管就是噪音 因为你要取缔的是噪音不是车辆 对不是车种 所以你应该是要去一视同仁去执法 只要任何造成噪音的我都应该去处理 对可是实际上因为总统硬顶因素 所以有可能造成失误面 你取缔的比较大的几率有可能都是机车 不是所有的改装都是对造成安全有负面的影响 有些是他原厂的装备不足 我们去做升级或者让安全更好的改善 或者是今天有其他基于舒适的考量去改装这个避震器的部分 那这样的状况 其实有时候也会遭到警察的质疑 比如说你这样改装就是要开你验车单 你就要回去复验等等的 因为现在大多数的警察是没有办法用肉眼去辨识你这个东西 到底是不是原厂到底是不是合法 所以比较多的警察是 我干脆开你一张验车单 你让监理单位或是相关留官单位去验 这样的情况是我们比较不乐见的啦 那之前也有车友有遇到一种状况是 今天有车友改装合法的排气管 他有铁板有贴纸 可是因为警察他还是觉得说我不踩性 所以他一样开出验车单去给这个车友 那他也是在跑一趟这个程序 所以有时候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社会资源浪费 主打为机车车友合法改管的龜山风川车业创办人张伟成也说明 虽然市面上的确流通者会产生噪音的非法排气管 但近年越来越多车商都会自主送验排气管 获取环境部合法认证登记 让市面上的合法排气管选择越来越多元 加上许多车友们也不想只是为了美观或是更好的性能 而要冒着被警察取缔的风险 愿意选择改装合法管并且上网登陆 一劳永逸 让合法管的比例逐渐上升 只是单从外观上大家可能分辨不出来 不代表改装就一定会产生噪音 因为厂商也想要客人装上去不要被罚钱 因为被罚钱它的东西也是卖到二手市场上面 二手市场在流串的时候你的单价就会被拉下来 对于品牌形象我相信会有差 所以其实蛮多厂商都会想要顾自己的品牌形象 那都会把排气管送验 天前后应该也要一个月的时间才会下来 会发一个认证序号就是这支合格的排气管 否这台车专用的 那这台车就可以合法安装这个排气管 那你客人在装这支排气管的时候 你要再上那个环境保护局登陆 有些很冷门很冷门的车 它想要换可是它没有合法的 那就是只能先装上去之后 它再去约约那个验车的部分 我也会都跟客人宣导说你就装安静的 那你骑得开心 然后也不会吵到别人 那你在路上你又可以很放心的骑程 又不会被警察抓 然后那个就算被领检下来 警察看到你排气管上面有合格认证编号 它也不会怎么样 其实车主也都有这种观念 大部分车主来都说 老板我要合格的我要合法的 那有什么牌子可以选 然后剩下就看样式啊 跟一些车主对品牌的迷思 下午十分 未处中立工业区内的环保局机动车辆噪音检测站 排满机车跟汽车等待检验 这里是桃园唯一官方认证的噪音检测站 提供民众机查检验是否有违规 通过的车辆会在排气管上贴上认证贴纸 并登陆资料进全国资料库 未通过的车辆则现场开礼拔单 并且要求限期改善 自尽桃专案以来检测站已经增开两条作业线 还提供线上预约加快检验效率 现在又因为中央正式修法 让许多车主都赶在过渡期间前来赶紧验车 因为验车时间自主只有一年而已 然后今年过后就开始无差别的取缔 所以就是趁还能验的时候就赶快来验 我觉得是至少是有个方案出现 至少是可以遵守的 就是不要说抓改不抓草这样 这样子噪音合格大家就可以合法的改装这样 2 1 请签出 有鉴于末端查器治标不治本 桃园市府环保局推动源头管制 在2023年9月修正桃园市自治条例 将全市全时段划设为噪音管制区 针对行驶的机车需要装设原厂管 或是经中央环境部认证的158款排系管 或是已获得环保局检测合格的排气管 否则一旦查获可以直接开罚 3千到3万元罚还 另外桃园市府也多次透过行政院会 或基北北桃联合平台 向中央倡议修法 最后在2023年12月底 环境部正式公告机车排气管改装 正式纳入登记与定期检验项目 刑法将在2025年1月1号正式上路实施 环保局表示 2024年这一年会积极辅导民众验车 取得合法认证 对于中央新政策 车友们也肯定修法方向正确 只是希望能凝聚大家的共识 更细腻的来执行 114年1月1号起 如果车辆它有改装 而没有去做变更登记的话 如果被查获到的话 那就会依照道路交通安全处罚条例 除以900到1800的罚还 那如果同时被我们环保局 蓝道检测噪音不合格 那一样是除以1800到3600的罚还 都会做所谓的一个加重的处分 所以整个其实镜桃计划 除了末端的机查管制以外 排气管的源头管理这个部分 其实是有蛮大的一个贡献 这个都促成了整个全国的一个 针对噪音车的一个管理制度的一个改变 那目前来讲也有一千多辆的这个车辆 到部里面那边去做登记 然后也到我们桃园市的那个 机动噪音检测站里面去做相关的一个 一个检测作业 那缓冲期间里面的话 我们还是配合部里面 一起来做相关的这个 所谓的正式实施前的一个辅导作业 不管是你今天要变更的时候 改装的时候送业或是定期去检验 其实我们认为都可以有效去管理 这个所谓的噪音的改装的部分 其实我们对于这个项目 这个种种作为的 我们是抱持着正面肯定的态度 因为一怕麻烦二怕罚款 所以可以有效的提升大家去送业的意愿 对只是说怎么让这个整个配套 让它更精致 可以不要影响大家生活影响到那么深 这个我觉得是地方跟中央 要去共同研议的一个地方 那还有我刚刚在讲中央的法规标准 这个在审宴的时候 应该要找大家一起去开会 共同决策 而不是像传统的决策过程 就是可能产官学他们几个在一个交通部的大楼 哪边环境部的大楼去开会 然后就说了转就公告出来 结果公告出来又治安难行 又要重新再修改 那这样其实也是造成一定行政资源的浪费 从源头和末端双管旗下 让靖陶专案启动截止到2024年2月 8个月来整体绩效已经翻倍成长 联合机查共告发2049案 科技执法告发643案 AI辨识疑似非法改装排气管也有400案 总计财罚金额将近600万元 不仅降低陈琴建树 更连续第七年拿下噪音取缔成效全国第一 环保局感谢各方协助与支持 让他们每年能有约1500到1600万的预算 来稽查噪音提升科技执法设备 未来也会提升科技执法设备的准确度 提升查期量能 持续进行靖陶专案 还给民众生活安宁 其实靖陶专案这个部分 我们目前都还是持续执行 并没有因为所谓这个专案这个名称 就短期的就把它取消 其实从去年的六月份开始执行以来 其实我们都是很努力的持续在执行 包括到现在也都是持续在执行 那其实整个执行的成效来讲的话 也是因为我们做了相关靖陶的这个专案 整体的整个机动车辆噪音 这个噪音车的这个管制的部分 它其实它的稽查成效是有倍增的 有关于那个蓝检的部分的话 过去的话我们平均一年 一年大概1400件左右的这个告发件数 去年112年6月开始我们执行靖陶专案以后 那112年度全年度来讲的话 它那个噪音车的就是蓝检的告发件数 就来到2049件 这个都已经呈现了1.3倍左右的一个 一个成长 那同样的科技执法的部分 也从111年的272件成长到去年的643件 这个也成长了大概2.4倍左右的这个告发件数 整体的这个告发呢 整个它提升了大概1.6倍 所以单就这个机查的这个部分呢 我们也连续第七年 这个告发机查取缔的一个成效呢 也都是连续第七年全国第一 局里面这边其实已经把机动车辆噪音的这个机查管制计划 是一个常态性的一个计划 我们一年大概都有编到980万 将近1000万的这个预算 来执行相关的这些蓝检科技执法的这个部分 那另外我们每年也跟部里面那边 争取相关的这个补助经费 大概有五六 应该有五六百万 五六百万的这个补助经费 来加强相关的这些科技执法的一个执行的一个成效 所以整个在做机动车辆噪音管制的部分 除了这个例行性的蓝检科技执法 行政处分的这个机查管制作业 我们一年大概有1500万 1600万的这个经费 来整个提升这个执行的一个量 智慧镜桃的部分 局里面这边提报的就是AI镜桃那个 AI镜桃计划 就是刚才提到的 那个所谓简易型的AI排气管辨识系统的这个部分 它主要还是运用人工智慧的方式去辨识改装的这个排气管 目前才只有13组 未来的话就是在做相关的这个设备的一个数量的一个提升 AI也好 那个都是需要透过实地的一个基查 然后去累积相关的这些数据 来提升它的一个辨识率 意思就是说 就是还是要不断的透过学习 学习来提升它整个AI的一个 改装排气管的一个辨识的一个成功率 那这个部分是我们目前在镜桃计划里面 运用科技 AI科技的部分 未来会加强执行 努力提升它 提高它辨识率的一个方式 桃源市府的镜桃专案不仅动员跨局处人力来执行 也发挥数位治理精神 投入AI科技设备来进行取缔 降低人力负担 并且规划多元查契方式 让专案实施后成为一大亮点政策 尽管一度传出取缔争议与歧视 幸好大家追求安宁的目标也一致 调整执法方式加上中央也推动全国性修法 期盼噪音车辆能够随着镜桃专案 常态化执行后陆续就此晋升 还给大家一个安静的桃花园